阿弥陀佛的佛报太大了 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 是想阿弥陀佛的佛报 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 是供养我们大家的 只要你想去 他就会来接引你 要去的条件很简单 第一个真真相信 第二个真相往生 第三个老实念佛 这一句非常重要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没有一个法门不讲求 断烦恼 消业障 你才能提升境界 进度将待业往生 我们的烦恼 罪业 要不要断 要不要消呢 还是要啊 不过阿弥陀佛的方法是太善巧了 太巧妙了 让你不知不觉 烦恨 烦恼没有了 烦恼没有了 罪业没有了 这是什么方法呢 就是念佛 你只要一心专念 不要去想烦恼 也不要去想业障 你只要一心专念 念久了 功夫得烈了 烦恼自然没有了 厌障也自然没有了 这个妙其了啊 实际上 佛在经典上 这个消息早就透给我们 很多人都知道 谁知道 不是很透彻的了解 经上讲过 不论是有意无意 念夜深阿弥陀佛 消八十亿劫中罪 有这个说法 是真的 念夜深 能消八十亿劫中罪 才知道 断烦恼消夜障 这个方法 第一要殊胜了 没有比这个方法 更高的 更有效 更殊胜的 没有了 佛在经上讲 我们没有留意 我们自己都感觉到 业障很重 烦恼很多 为什么消不掉 没有真念 没认真一点 没有把念佛这个 看得很重 所以你的业障 消不掉 如果这一句话 你真懂了 真搞明白了 你能不念佛吗 我相信念佛这种事情 就分秒必正 你决定勇猛精进 如果这个世界 有人说 念一生佛号 你就能拿到一百块钱 我想所有的人都念 没有一个人不念 大家都去命念 为什么 有钱吗 钱不能了生死 不能出三戒 这一句阿弥陀佛 那个功德 不是钱能够相比的 他能够帮助你了生死 帮助你出三戒 帮助你得到你意想不到的好处 你今天钱再多 你离不开地球 你不能够遥游太空 你做不到 到极乐世界全做到了 这一生佛号告诉你 全世界的金银财宝都买不到 你说这个多贵重 大家不肯念 我的比喻不是假的 句句话是真实话 你想想看 一生佛号 消八十一戒 生死重罪 那金钱能消得了吗 把全世界的金钱都给你 你都消不了罪业 你都断不了烦恼 你如果真正了解佛号功德 我相信你会拼命去念 有没有人呢 有人 也许我们同修当中就有 这种人呢 一般都瞧不起 一些阿公阿婆 你看他那个样子笨笨 好像什么都不知道 他一天到晚笑眯眯的 手拿着念珠 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一天到晚他不停 你给他讲话 他就对你笑 对着你念佛 也不知道听见不听见 一天到晚 一年到头 没有第二句话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了不起阿 这种人往生告诉你 舍抱庄业土 尚被往生 他到极乐世界 很快就成佛了 我们人间亲见他 瞧不起他 正是替他笑一人 他没有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 他心里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 古大的有所为 这一桩事情 为上至于下于不宜 这两种人 只要接触福 就肯定成佛 一个是上上根人 一万千五 他真敢 一个就是下于之人 他什么都不想 告诉一句阿弥陀佛 他就念到底 他就没有第二念 最难办的当中 上不上下不下 你说无知吧 知道他不少 你是真干吧 他就是放不下 这些事实真相 我们不能不把它搞清楚 细心去比较 念阿弥陀佛的功德 真正不可思 奢望祝福 没有一尊佛不赞叹 要不是真实功德 如何感得祝福如来的赞叹